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这个影片我会和大家分享 在我生命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的电子产品 首先我就要跟大家介绍 在我的学生生涯当中 我用的电子产品是什么 当然学生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 我的Laptop是2019年的Nightbook 在我的Preclinical year的时候 我其实很少用Laptop 那时候我还没有买一个新的Laptop 然后我那时候的Laptop有一点卡 然后就很久了 所以就方向没有讲好 然后到了Research year 就是今年 今年开始是我的Research year 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时常要用到Laptop的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一个Laptop 在我买Laptop之前 我其实是有这个iPad了的 它是iPad 6th generation 然后它是 就它是二手的 然后 就是我 before我买我的Laptop 我是已经买了这个iPad的 然后 所以我过后决定买Laptop的时候 我就决定想要买Apple的Laptop 因为我也是用着Apple的电话 想要把电脑的东西传去电话 或者是iPad 或者是iPad 传去电脑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 因为直接就可以用Airdrop 来 Airdrop你要的资料了 然后在Quarantine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YouTube Video 所以我是喜欢用iPad来设计我的Tumnew 我是用我的Apple Pencil 还有我的iPad 然后 还有用几个不同的App来设计我的Tumnew的 然后 至于我怎样子Edit我的Video 就是我是 用 Apple的iMovie来Edit我的Video的 它的好处就是 iMovie 它其实是Free的 我用的Apple Pencil是 First Generation的 这个盖子 其实不是attached在这个Apple Pencil 所以我就 在Shoppy买了这个Cover 然后它也可以用 它也可以有一个cap 来保护你的这个 笔头 因为Apple Pencil的 Charger 就是这个Adapter 它也是分开的 这个盖在你 Charger的时候 如果你是没有这个的话 是很容易不见的 然后这个Adapter的话 如果你没有在Charger 就是你 随便守在一个地方的话 这个Adapter也是很容易不见掉 因为它很小个 所以我就在Shoppy买了一个 这样子的一套 然后每次我要Charger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个 我就会把这个套在里面 然后你就 remove这个 然后再 这样子放着 然后那个Charger 插进去这边就可以了 这些东西 我都是 include我的Apple Pencil 我都是喜欢 锁在我的银笔盒里面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袋子 就我喜欢把我的 Apple Pencil 收进去 然后我也用这个来做笔记 就你可以 scribble在那个 iPad的Note上面 它的Apps叫Note 但是我过后发现到 有一个很好用的Apps 就是 Notability 这个 所以我现在是喜欢 用这个做笔记 我也是喜欢把我的 Lecture Nodes import进去 Notability 然后如果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喜欢直接 把老师讲的 Additional Information 直接写在这个Lecture Nodes上面 如果你们是prefer to type 你们的Nodes的话 我会建议另外一个App 是 OneNote 我个人是用 OneNote 还有Notability 来做Nodes的 OneNote是free的 然后Notability 是要买的 我在research year的时候 用电脑的次数 比用iPad的次数多很多 因为我用电脑来 找很多不同的research people 然后我是喜欢用一个App 叫做Mandelay 来arrange我的research paper 我会先去Google Scholar 来找那些资料先 然后 Once我找到我要的research paper 面前如果我是想要 把这个research paper 拿来做reference的话 我会把 那个research paper 导入起来 然后加进去Mandelay 在Mandelay 你可以选择 你要的reference type 然后你可以link Mandelay 去 Words 然后每一次我在打我的论文的时候 在下面它就会automatically create那个reference 这样 在2019的MacBook Pro里面 它是没有那种 像我们平常看的那种 Adapter 就是它是用 它只是用Type-C而已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给你听耳机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Type-C的Multiport USB Adapter 然后 这个我是在Shopee买的 然后它是有不同的 这个Adapter给你选的 我是选了我自己 时常用的啦 这个就很common喔 这个我们每次都 会用到的 然后这个就是 Memory Card 有两个size 我用了差不多10个月了 然后这个真的不错了 这个Pen drive 我其实很少用它 until我到了我的research year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要 很多资料我都要 从LAP transfer 去我的Laptop 我就会 用这个Pen drive 来transfer Apple的电脑 它的space 其实很小 因为我做YouTube video 就是我要拍YouTube video 然后我要 我的电脑会有很多video 然后 That's why我电脑 每次都 Rent out of space 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个Hard drive 牌子是Seagate 然后我买了2TB的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Airpods 我有Airpods 还有另外一个是 那个Apple的那种 有Wire的2T 每次我去咖啡读书的话 如果我觉得那个环境太吵 还是什么 我是想要听音乐的话 还是要看video的话 我都是会用我的Airpods 因为我是时常在咖啡 待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的Airpods 每次都会没有电 所以我就用我的那个 有Wire的那个 Apple的耳机来听 然后我每一次要用它 这样有时候 要它站着 然后想要看器的话 它就不能站着 它就自己 这个 它就站不了 然后我就 买了这个 Stand 这个也是我在Shopee 买的一个Stand 你可以这样子把它收起来 它可以支持你的iPad vertically 也可以支持 Horizontally 这个Stand 是我的LaptopStand 你其实可以把它收进去 这个Pouch里面 这个是它给的Pouch 然后我每次就这样子收进去 你可以把你的Screen 调到跟你的Eye Level一样 so that你就不会觉得你的眼镜 或者是你的景象 会累 还有最后最后个东西就是 since我started我的YouTube channel了 我的camera就是另外一个宝贝 我现在用这的camera 是一个compact camera 然后它是Canon的G7X 很像是Mark 3 G7X Mark 3 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做YouTube Video 或者是你想要拍Vlog的话 我觉得这个camera 其实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 我大概要跟你们分享的东西 就只是 这些 这些在我的生命中 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谢谢你们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下面点赞 然后 记得Subscribe去我的YouTube channel For more 然后我会try to在每一个星期更新一个影片 OK 所以下个星期见 拜拜